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你可能不知道世界盃八強已經出爐 今天要來幫大家盤整八強前必看精華 相關連結放在熟米欄 大家可以從連結去看知識正版 那我們介紹馬上開始 一個決定小組排名以及讓日本晉級的關鍵爭議球 透過後續解析證實真的沒有出界 在商亭補什階段 科麥隆隊長阿布巴卡爾一個關鍵進球打贏巴西 這球不是門將不守 而是重心腳已經偏移 即使無法晉級也是經典 同時也宣告本屆世界盃小組賽 沒有人是三戰全勝之之了 烏拉圭對加納的一局 讓咬人狂魔蘇雅蕾絲落下男兒淚 由於南韓打贏葡萄牙 烏拉圭積分輸南韓導致烏拉圭淘汰 在對決沙烏地阿拉伯失了兩球之後 讓阿根廷落敗的門將馬丁內斯 在16強賽對決澳大利亞時 一個傷停捕食的關鍵撲救 把阿根廷救進了8強賽 也讓他內疚的心得到了緩解 法國VS波蘭進球機器無用武之地 被法國最速男姆巴佩連下兩成 最後裁判讓你波蘭點球 沒踢好再一次中場3比1法國晉級 克羅埃西亞門將利瓦克維奇 完全拆到對手起腳踢球的方向 擋下3球 把克羅埃西亞送進8強 巴西上半場就已經踢進4顆球了 下半場更是全部來練兵 26人全部上場 中場4比1痛載男涵 不讓克羅埃西亞門神利瓦克維奇 專美於前 摩洛哥門將布魯靈洞之腳 不管你小抄寫什麼 擋下兩球 中場3比0淘汰無敵艦隊 葡萄牙的G拉莫斯上演了帽子戲法 創下史上第二年輕的世界盃帽子戲法 上一次是球王比利 本次C羅變成替補 無淘牙反而大勝 中場6比1踢爆瑞士 好啦 關於世界盃八強賽前的精華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和大家分享 你可能不知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